今天我们有雪州议长邓张庆在现场 那刚刚听过这首歌有张启正的救生圈 那推出个人专辑的这一课的张启正之后呢 他会忙宣传有关更多宣传的行程呢 铃鱼918有声有声哈喽早晨以及其他节目呢 都可以知道更多 那你们来发问 好那今天呢我们在现场有雪州议长外币邓张庆 那也欢迎你呢可以SMS进来帮你的问题 SMS进来不设防 所有的问题都可以 那外币今天早上就说 哦OK了都可以 哦OK只有空一格加你问题三来三二七三三三二七三三 那刚刚我们聊到呢这个行动党的党选了 那其实党里面现在目前为止 308过后所面对最大这个挑战是什么 就是这一次308之后的第一次党选 其实是蛮象征事的一个意义存在 对整个党的这个未来这个方向就变成重要了 那么党员会不会因为我们现在做的主政党 变成了在心态上的很大的一个转变 对 大家都为了观止 为了未来本身的这个仕途 而在这个参与这个党的选举方面呢 会产生这样的变化 对我们是很重要的 所以你这个党的未来方向 然后党的未来的前途呢 对这个党选来讲是有相当关键性的一些作用的 如果说我们党员选了不适当的人 因为一时的这种还没有过去的兴奋 现在还在兴奋器里面 那么没有冷静 没有理智的就作为这种反思 没有做慎重的选举的话呢 那么恐怕呢就会影响未来的发展 因为未来我们还有大概四五年的时间 还需要努力的嘛对不对 要看到成绩 那如果这个党的改选 并不能够带领 或者是并不能够再有贡献的话 那可能会影响下一届 对特别是我们在304之后 就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外面的人士加入政党 然后在这方面呢 当然我们欢迎更多人参与这样一个斗争 但是在这里边也有一些不适当的人选在里边 有一些不同的文化在这里边 所以大家在这方面我们不是说要排挤 但是就是大家要很理智的看 应该要选举 要选出怎样的一个队伍 才能够把这个党带向一个空中大道 不然的话呢 如果我们在这里边呢 会有很多利益的掺杂在里边 造成以后我们变成了 这次党选变成了未来贪污腐败的开始的话呢 那么就很不幸的 可能就只能做一届政府 所以这对整体党员来说呢 我们应该说放眼光放远一点 我们要做能够一个勇气的一个经营 不能说只做一届政府就算了 所以要把眼光看一点 我们应该可能要做五届 能够把这个国家治理得更好 把整个州治理得更好 如果大家有这样同样的共识 大方向的话呢 那么可能你选举的那个标准就不同了 所以说大方向应该是有这个二十位中委来带领的 所以二十位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对对对 这他们是决定性所有的一切吗 所有 会有很大的这个影响 因为呢 很多事情现在我们当了政府之后呢 就有很多的一些便利 可以在协助我们推行 比方说过去我们提倡的某一些 一些概念 以前不能推行 不是执政的 现在能够推行的 你就能够改变国家的制度 改变这个法律的制度 那如果你这五年 你选了一个好的队伍 能够做出这样的指挥的工作 你就往改革 真正的这个制度改革做起 那你做起大家看了成绩 大家会支持你 如果你选出这个队伍是 没有这样改革对制度 没有改革的决心的人 只是因为有官职 有个人的利益存在的话呢 你未来 你是大家就往这个方向走 那贪污腐败就从这边开始了 对制度来讲呢 只要对你有利的你就 你就推行 而对你不利的 那不管对国家也没有利 你都不看他的话呢 那么这个就是开始 我们走向没落的开始的时候 所以比方说 我们一些重要的 包括我们前两年提的 一整年的一个活动 就是要推动 这个地方政府选举 那么我们这个决心 有没有展现出来 我们有真正的推动 如果在未来五年 我们都找一些借口 不推动 因为现在对我们有好处了 不用推动了 我们自己委任自己人进去了 如果这更好啊 我自己委任自己人 公共我的这个政权 好过我去选举面对风险 如果这样的现在出现 那么就找到了 所以这个整个队伍就很重要了 是不是有这个一个 自行的这个 决心 这个决心跟毅力很重要 因为在推动改革的时候 你面对很多障碍 党内党外都有障碍 然后你准不准备排除万难 就这样往前走 不顾自己的这个利益 不顾自己 是不是能够保住你的乌纱帽 就是坚持 这个是正确的政策 过去我们都坚持 现在也要继续坚持 这个能够做到 OK 好 那很多人呢都在问 就是说 现在党里面的这个要职 可以说是这个秘书长 对不对 那如果秘书长呢 他选出来之后呢 他现在目前为止 可能就没有担任任何官职的 就 就会怎么办呢 不可能 以现在的状况来说呢 不可能是一个 没有官职的人来担任 那么是有的话呢 就 这个东西就要经过大家 很好的 协商 协商 如果不能说 因为现在有可能 某一些人的想法 我们现在的这个秘书长 因为做了高官 那么没有世间官 当务了 我们就选了一个 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人 那么如果是有这样的概念 就应该现在在选举前 提出来让党员讨论 让社会来讨论 这个人适不适合这个职位 这个很重要呢 因为你要改了整个党的这个灵魂人物 如果党的灵魂人物要改都是 大家外界完全不知道 等到选了20位之后呢 突然间跑出一个 完全没有党职的 换了一个灵魂人物 或者换了一个代表人物的话呢 那么这个党本身就是黑箱作业了 所以如果是有这样的准备 然后党中央有很多人有这样的准备 有这样的想法的话呢 就应该提出来公开讨论 这个才显示了我们的透明度 如果我们在党选里面 在委任党制方面 连这样基本的透明度都没有的话呢 这个党所领导的政府呢 也不可能有透明度 所以这个党也开始会没落 因为你如果是这样来搞党的话呢 让你也同样 会以同样的方式来搞 搞这个政务 那么你说 这个国家还会有前途吗 所以我不认为 行动党会是这样的一个政党 如果是不小心是这样的话 就真的是 我觉得是不幸的事情 那我们刚才就了解了 有关行动党的党选的制度 那时候我们回来呢 我们问YB 你理想的一个党选的制度 会是怎样的呢